這個八字裏面我們想看些甚麼呢 這個八字裏面財官很旺 即是說它都是一個強權強勢的形態 不過這個八字裏面也有不弱的相官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分析中國八字就會跟大家說過 中國的八字就是吃相好弱的 即是相官好弱的 相官是代表民主自由的聲音 而中國的八字因為食相好弱 隱伏不見的現象 所以中國的八字是個媽媽教兒子的八字 即是我要你做我你就做了 民主的聲音你自己在家講好了 不要出家講 但美國的八字雖然它都是一個強權的八字 財官透實出天干 但是它都給回適當一點的民主聲音 可以讓你自由發表的 就是相官 所以這個八字裏面金木水火土都齊 而日元自己也有力 所以如果你說在格局的高低裏面 美國的八字是比中國的八字裏面 是高一級格局的 這個是天生成的 只不過就是說在大家的行運不同的分別裏面 當然就各自會有起跌 看回美國的八字裏面 因為這個八字裏面是以水木為它的起用 水木為起用 金生水也可以的 最忌當然是火土 最忌就是火土 看回這個八字裏面 它2016年是逢六字美的榴年轉運的 那2016年開始它就行這個叫做庚五 十年大運 十年大運庚五 那五字是屬火的 庚就是屬金的這樣的情況 那2016年到2015年就是更五 水就代表它的經濟盜色 那大家之前看過我用香港的八字去分析 港股都有七八成的準確度 那如果我們用美國的八字去看股市又如何呢 那我們看回呢 就是因為水是代表它的經濟 代表它的活躍 那當然在杜瓊斯指數都可以反映一定的水平 那個資訊 那2016、2017呢 這兩年就是新幼年來的 金重的榴年 金旺就可以生旺的水 ok 那所以呢 美國的獨瓊斯指數呢 在2016年之後開期來過呢 就折折上升 在它的那個股市裏面 2018年呢 叫做墓率 就是火土的年份來的 ok 那當然一年有四季 上半年就是火土旺 下半年就是金水旺 所以呢 美國的八字呢 在一個的2018務宿年呢 是曾經做過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跟著去到立秋之後呢 就再升上來的 就剛剛就認了它這個肚的年份 2019年就是現在這一刻 是幾害榴年 幾害榴年 在五行裡面來說 害是屬水的 在五行裡面來說 ok 所以2019年 現在冬天12月 美股創了新高了 ok 那原因就是這樣來的